你不是也搞一带一路吗 你一带都做得太成功了 你现在施华 长继 自华 你现在也搞技术设施计划 也搞不联胡同 也搞这些东西 如果他真是TRAP 他做得不好 你怎么会去做同样的事情呢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是你做的 你做了 你的影响力大了 而且你破坏了他的所谓的自理结构 他们才反感你 这个金融自理结构的逻辑是什么呢 原来这些国家要发展技术实施 那就世界银行贷款 贷款了以后的欠债 然后MF跟你打理 最后的巴黎俱乐部 然后重新重组重组 然后让阿根廷 现在有中等收入陷阱 主要的这套套法 现在被中国打破了 因为中国不是OECD国家 我们不是巴黎俱乐部的国家 我们是泛中国家 所以我们跟他们这些一带路国家合作 完全是基于平等的 相互尊重的 不干涉内政的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 是难能合作 所以他打破了西方国家 对这些世界的治理的 这样一些话语霸权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这个陷阱不陷阱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并不是关心这些国家的债务 他们关心的是 我控制这些国家的能力 被你给下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